那么位在中美洲北部的萨尔瓦多 是我国的邦交国 当地部分地区的社福机构以及偏乡 也往往缺乏教育资源 那么在前阵子中原大学的学生 也刚刚完成了一趟萨尔瓦多的资讯教育服务 他们除了到偏乡发放物资 陪伴居民之外 也运用所学 协助社区架设太阳能板 并且还规划电脑资讯等课程 帮助居民学得一技之长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请到萨尔瓦多国际志工团的团长 同时也是中原大学心理系的学生 赖宇轩赖同学 跟跳宝分享这趟服务经验 以及他们到当地还有哪些观察 宇轩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中原大学心理系赖宇轩 宇轩我们刚刚提到你们今年是到萨尔瓦多进行志工服务 不过在谈你们今年服务内容之前 可请你为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的志工团成立的时间大概有多久 当时候会成立的背景是为什么 萨尔瓦多这一团今年成立的是第三年 然后当初会成立的背景是因为 我们学校就是应数系的校友 欧艳天会长 他是北美好心人基金会的会长 然后他一直都是长期有在中美洲这些国家 进行物质的方法 然后刚好配合外交部级 他们当地政府的一些组织跟计划 所以邀请我们到当地进行电脑教学 然后他们会提供电脑设备 然后我们是进行教学 是 不过中美洲国家很多嘛 你们那时候怎么会特别选这个萨尔瓦多啊 因为是刚好就是跟外交部配合 对 因为萨国政府有推动一儿童一电脑计划 然后就是欧艳天会长 他们那边有提供电脑的设置 可是因为他们当地缺乏资讯方面相关的人才 所以我们是到当地进行电脑教学 然后是配合他们国家的政策 就是你们这个算是学长嘛 对不对 他们这个基金会 然后推荐你们 然后你们到这个萨尔瓦多来进行这个资讯教育的服务嘛 不过我知道你们今年的这个支空团成员大概有五位而已哦 那科系都是不太相同 那你可以是简单介绍一下 你们今年的成员包括哪些人 他们这个科系背景应该都不一样吧 对我们这次总共有五个人 然后团长是我然后我是心理系 然后我们的副队长的话呢 他是应外系他刚好是主修西班牙文 所以就是到当地呢就是有些可能跟当地人民的简易的沟通的话会由他来负责 就是为我们翻译这样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资讯及美宣长呢是电子系的 就是可能因为他有电子相关方面的背景 所以在我们设计教案的部分呢 可能会由他就是为我们多提供一些就是经验上啊 或者想法上面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器材兼总部呢是生科系的同学 然后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位就是彻底到当地去加车太阳能满的是电机硕二的黄冠于同学 是所以你们这个五个人背景都不一样 然后刚刚好都符合我们这次要服务的这个内容嘛 对不对 一些专业的部分这样 所以你们这个团队参加的话有一些资格限制吗 有就是要在校的学生 这是一定的嘛 对对对对 有没有需要一些能力的筛选啊 我们会有经过一连串的面试 然后就是在面试的时候 我们的督导呢会就是依照我们个人显现出的能力 以及就是我们自上的算写 然后选择出就是出队的同学这样 所以你们还是要经过很多关卡的面试跟筛选 然后这个专场有符合的话 你们才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团队嘛 对不对 对 是 不过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 今年算是第三次到萨瓦多嘛 那我们今年的计划跟去年的这个或者是前前几届的那个团队的话 服务内内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前两届呢主要是留在首都 然后是主要是教导就是未婚妈妈 以及就是可能受报的儿童这样 然后我们今年服务的机构呢 有首都一到第二大层 然后是到他们当地的就是职业训练中心 然后教导当地的小朋友资讯方面相关的资讯这样 所以那个服务的对象也都不一样了 对 那时候怎么会特别选这个职讯的 因为就是当地的其实网络啊电脑啊补给率啊都非常低 因为现在是一化的世代 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可以就是多教他们一些 就是可能跟资讯比较方面相关的知识 这样帮他们以后再找工作啊 也比较容易与世界接轨 那这个职讯中心里面的人 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层 都已经是进入社会的吗还是 大部分的话就是大概从国小到高中的学生都有 就是年龄层还蛮广的 然后也有少数好像是就是已经在工作的妈妈 可是就是这部分是我们没有教导到的 我们是教主要是国小到高中的学生这样 所以听起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关爱机构吗 收容的中心是不是 因为他们当地的上学是只有像早上或者下午 然后如果他们早上上课的话 下午的话就可以到机构 因为其实在当地的黑帮势力猖獗 所以就是他们又正直青春期很容易 其实受到同财的影响 然后被吸收进入加入帮派 所以他们当地政府就成立了这个机构 可以让就是小朋友就是在回家之后 就是还是有事情可以做 也可以多学一些东西 一边也照顾他们的生活这样子了 对 不过我们节目开头提到 这萨瓦都是我们的邦交国吗 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对这个国家应该感到很陌生 而且这个大概大部分的人都没去过 那么可以请你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服务的地点的这个地理环境 跟他们当地的居民的生活概况大概是怎么样 当地的地理环境就是其实 会很偏僻吗 是还蛮偏僻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就是在那个机构内 我们也没有到就是非常的就是进入到他们生活 不过就是在我们就是巴士这样看过来的话 其实他们当地就是地面上都是黄土路 然后呢就是他们居民 我们有大概问一下 他们的平均薪资的话是一个月300美 然后支撑一个家庭的生活所需 这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是还蛮不足的 因为我们有大概就是看一些就是食物 可能台湾有然后当地也有 其实他们当地的物价不算低 其实也是蛮高的 所以当地是务农吗 还是 当地主要是务农 务农为主 就可能种些像玉米啊咖啡啊这一些作物 而且这个都市的这个基础建设也不多 你刚刚讲到这个黄泥巴的路很多 他们其实因为他们有 他们屏幕差就还蛮大的 他们偏乡跟首都其实差蛮多的 因为他们首都看起来其实跟台湾没有差多少 可是在偏乡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转换成黄土路啊 然后整个基础建设就是和首都就是相差蛮大的 是 不过你们这次去的是第二大城呢 状况也是这样 对因为他们其实第一大城跟第二大城的那个车程 大概一个小时 就像我们从台北到桥原这样 可是他们的基础建设啊 这一些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落差还蛮大的 嗯嗯嗯 贫富差距很大了 OK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真请台湾单元是介绍中原大学 萨尔瓦多国际志工团 在前阵子前往萨尔瓦多所进行的服务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台湾吼台湾吼 你在唱什么啊 我在收听央广全新带状节目 全球台湾4.0啊 全球台湾4.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全球台湾4.0 带您从经贸 科技 文化等面向 重新认识台湾 据凡是台湾软实力 前进新南向 参与国际合作 以及独步全球的技术发展 全部都有哦 哦 所以全球台湾4.0 也让大家了解台湾参与国际的贡献哦 没错 每周一到中午晚间9点30分 全球台湾4.0 带您重新认识世界 也要让世界看见新台湾 您了解中国吗 央广新闻部推出全新新闻时段 中国这一刻 带您从社会 人权 环保 政经 两岸等各个新闻面向 看见最真实的中国 新月3号起 周一到中午晚间10点 敬请锁定 央广华语网 中国正义课 阳光就是阳光 成了我的翅膀 阳光就是阳光 人民自由飞翔 阳光就是阳光 世界在我肩膀 阳光是你 是我神的翅膀 真情台湾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所直播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真情台湾单元 邀请的是中原大学 萨瓦多国际之工团的团长 赖宇轩赖同学 跟调宝分享团队在前阵子 到萨瓦多所进行的服务工作 不过雨萱我们刚刚谈到 你们这次服务的地点 是在萨瓦多的一间 职讯中心 那么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 他们当地的这个职讯中心 他们对于这个资讯教育的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当地是只有一位 就是资讯的志工老师 然后他教导的部分 也是就是比较基础的 可能就是像Word PowerPoint 这些基础的文书处理软体 因为其实当地的小朋友 就是我们有问过我们服务的对象 他们可能已经17岁了 可是他们在这之前 他们都没有接触过电脑 他们也最基础的 就是可能就是打字 或者滑鼠的拖拉 然后开关机都不太会 所以他们的老师 其实都要从最基础的地方 然后教导他们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是除了就是基础的 就是文书处理的部分 我们还有多教一些像进阶的 像是movie maker 就是影片编辑软体 或者就是Scratch 是我们台湾就是国家小朋友 就是教的程式码的那个软体 就是想说让他们接触一下 比较不同的软体 这听起来好像比较难度高一点点嘛 但是也不会太难 是可以应用到 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这样子 对不对 对 不过他们这个中心 他们的这个硬体设备状况怎么样 你刚提到是软体的部分 老师就只有一位嘛 对不对 但是他硬体设备呢 其实因为他们的电脑 是没有网络的 所以他们的硬体设备 是有电脑 可是他们的电脑才20台左右 然后我们常常上课上一半 会有中毒的现象发生 或者就是他们其实有一些电脑 好像也不太能使用 对 虽然就是设备看起来蛮齐全的 可是在我们教学过程当中 我们有遇到了蛮多的问题 大概只有20部的电脑 而且应该是设备比较老旧了 对不对 其实设备也没有到很老旧 可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当地 就是机器少 然后人多 所以就是一直以用的关系 所以就是耗水率有点大 这个使用量太大了 对 是 不过你们这次的话 你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五位同学 其实背景都不一样嘛 但是对于你们像你自己本身是心理系的学生 你只要教这个资讯课程的话 对你来讲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啊 你们在出发前有先经过一些 呃 事先的一个训练吗 就是我们在出退之前呢 就是我们服务学习中心都会有安排一系列的课程 就是培训课对 可是像教电脑这部分呢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还好 因为我就是主要是负责教Word跟PowerPoint 就是非常基础的文书软体 就是平常也在使用 所以在教导上面可能就比较不会有困难 因为像我们比较困难像Movemaker或者Scratch 他就是会有电子系的同学就是来帮忙教导 他比较有相关的就是知识背地 他比较熟悉啦 对 是 不过你这一次的话 你像你自己本身在教台上面 这个在讲课的时候 你要怎么进行啊 因为你应该不会西班牙语嘛 对 我们有和就是萨尔瓦多大学大学生一起合作 然后他们就是协助我们将我们说的英文翻成西班牙文 所以你们还结合当地的学校的学生 对我们有和当地学校一起合作 所以他们是全程陪着你们吗 对 就是在我们服务 我们在第二大层服务机构里面的时间 他们都会在 是 不过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规划的课程蛮多的嘛 一些基础的文书处理 或者是一些影片的剪辑 或者是制作等等的 那就您观察的话 他们这些学生们 他对于我们这次安排的课程 有没有哪些部分是比较感到兴趣的 我觉得就是 其实他们大部分都还蛮有兴趣的 不过就是因为像我们在教小画家的时候 我们有带入器材板 就是教导他们集合的概念 就是他们在这个部分 他们就是玩的特别起劲 因为连他们当地的大学生 甚至是机构老师 他们之前都没有看过器材板 然后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 就是他们还知道说 原来就是小画家 就是不只可以用来画画 他也可以跟其他东西做结合 所以他们这个可能是 一方面对外接触的资讯 比较少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次把这个 奇巧板跟这个小画家做结合 他们感到特别的有兴趣嘛 是 那他们的学习状况怎么样 他们很认真的 就是来上课 因为 而且就是有一天有个小朋友 因为他受伤 他去医院 所以他没有办法来上课 然后他隔天就跟我说 他很 他就跟我说 我们昨天教什么 他很难过 就是他没有上到这么课 所以他们很热气的 想要学这个 资讯相关的课程 因为你们课程都是比较 生活比较这个 怎么讲 活泼一点的嘛 对不对 不是只有书本上面的 所以他们这个学习起来 这个特别的带进嘛 对不对 是 不过你刚谈到 就是说团队这一次 服务跟之前不一样 是说你们这一次还 帮忙特别加设 这个太阳能板嘛 那你这一次 为什么会特别 帮他们加设这个部分 因为他们当地 其实电费很贵 也是台湾的二到七倍 不等 要看每个地区 然后就是 因为他们当地 其实日照量还蛮足的 相较其他的 就是可能再生能源 太阳能板 会是对他们来说 发电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 有电极硕二的 宽冠于同学 就是协助 就是机构 就是架设太阳能板 因为我们有教导 当地的老师 就是如何架设太阳能板 然后也有就是 教导当地的孩童 一些节能方面的观念 所以你们是团员都下去帮忙吗 对 就是主要是 宽冠于同学 就是主要负责 然后我们其他四位 就是做协助他的角色 就是他可能需要我们 帮忙做什么 就帮忙做什么 但是主要架设的部分 都是由宽冠于同学 与当地的四位老师 当地的老师也会帮忙就对了 对 因为我们想说 就是要落实 就是那个服务在地化 所以我们有教导当地的老师 然后再请当地的老师 就是再教导他们自己的学生 让效益会比较大 所以就是我们离开之后 就是太阳能板 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 所以这个后续 如果有一些什么状况 他们这些老师们 也可以协助来做一些排除 对不对 对 然后因为我们有 就是定期的 就是有WiFi 就我们在Line 加速WiFi分享器 然后就是将 就是他们用电量的数据 就是传回台湾 就是如果他们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先进一步 也协助他们进行排阶下 所以你们这一次 这个太阳能板的部分 是专门针对这个职讯中心吗 还是说你们社区也有驾驶 我们是在中心而已 只有职讯中心而已 对 因为我们想说 今年先试试看水温 如果就是机构使用上面 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是接下来在网片箱的部分 就是进行设置这样 是 OK 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真请他们单元 是介绍中原大学 萨尔瓦多国际职工团 在前阵子前往萨尔瓦多 所进行的服务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到前面的现场 老师老师为什么 过去点了 我不跟你好了 不好就不好 老师为什么他们会吵街 老师老师为什么 打猪头 使帽子 老师为什么他们都 不要跟我大好朋友 朋友 朋友 你心里有一箩筐的问题 无处解答吗 欢迎收听 老师老师为什么 每周六晚间七点十五分 准时开讲 零八零零八八零六九九 空八空空八八空六九九啦 零八零零八八零六九九 对不起 对不起 台湾的听众 这只电话迟到了 即日起 央广为台湾听众 准备了免付费电话 请记住这个号码 零八零零八八零六九九 只要开放现场call in 台湾听众 都可以拨打这只电话 完全免费哦 免费哦 零八零零八八零六九九 空八空空八八空六九九 免费的啦 好嘞 免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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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所 直播全球 台湾4.0 那么今天 真请台湾单元 邀请的是中原大学 萨尔瓦多国际支控团的团长 赖宇轩赖同学 跟调宝分享团队在前阵子 到萨尔瓦多所进行的服务工作 不过你们先刚谈到的都是这一次 资讯教育跟架设太阳能板的部分 不过就我知道的话 你们这次也到偏乡去发一些物资 跟当地居民做一些陪伴等等 那么请你谈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怎么样进行的 这部分我们是与好心人基金会进行合作 然后就是有物资跟经费 在这方面都是有好心人基金会募集 然后我们是协助他们 就是发放跟架设电脑 那像你刚刚讲的太阳能板 那个应该是不便宜的吧 那个经费怎么来 就是有好心人基金会 就是协助我们一起募集 他们在当地募集的 这部分我们不是很清楚 不过因为当地也有财商 是制作太阳能板的 所以应该是有他们 就是共同募集而来的 所以我们团队主要是出 这个技术的部分 对不对 对 那你们这个团费呢 你们这一次出团的团费怎么来 自己他要包吗 我们自己支付了一部分 他有一部分是学校 他有一部分是外交部 然后还有就是各个就是组织 就是有提供我们一些赞助 是 那你们这一趟过去停多久的时间 33天 哇那蛮长的耶 33天 一个月 对啊 可是我们搭飞机也搭了 差不多一两天有 所以你们在当地状况还好吗 33天耶 你们应该都住在那个社区吧 我们有住在首都 然后也有住在服务机构 都有 就是其实还蛮OK的啦 那这趟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看到哪些状况 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有就是在偏乡进行物质发放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车子开到那边 然后我们就下来就是那个就是带我们 就跟我们说哦我们已经到楼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诶这个学校怎么没有大门 就是他学校就是就是黄土路旁边 就是有铁皮屋搭的 然后我们突然就是就是往内走 我们才发现说就是我们在旁边看到一个很像储藏式的东西 是他们的中央厨房 然后就是再往下走就看到就是 就他们的小孩就是穿着皮鞋 然后到处就是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就他们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校门 然后也没有就是教室 然后他们教室也是没有电灯的 他们是靠着日照然后来上课 然后就是让我们印象最深刻是他们的厕所 所以他们的厕所是用水泥盖的那种 然后是直接一个洞然后就直接掉下去了 好好好没有马桶那种设备就对了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蛮shock的 就想说跟我们想象中的就是一个印象的真的是不太一样 所以看起来这个当地的这个硬体设备也算是很简陋就对了 对因为他们有些偏向是没有电的 我们也是实际就是到偏向我们才发现说 原来就是他们真的是还蛮多地区就是缺乏电力的 这是你第一次进行国际职工的服务吗 对 所以我相信这个带给你的冲击应该很大吧 他们像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生活状况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事啊 就是他们很乐观 就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有点 就是他们不会去想说他们的 就是他们今天过得好就好 他们不会想到明天跟后天这样 就很活在当下 还是很乐天之命啦 对对对对 是 不过除了我们刚谈到这个资讯教育跟这个偏向服务之外 你们这一趟也跟当地的一些青年做一些交流嘛 那那时候我们团队怎么会安排这个部分呢 是因为刚好就是那个 萨国的青年局就是有邀请他们的旅外的萨国青年回 就是萨国 然后就进行就是撞游这样 然后我们外交部的参赐就是有协助我们就是安排让我们参与他们这个部分 就是有最后三天就是跟他们一起去探访了各大的玛雅文化还有萨兰这些部分 所以你们是算是去体验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历史文化这样子对不对 那你们这一趟这个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推奖我们的台湾文化的部分吗 有就是我们有带一些就是我们带去了当地的台湾小吃像红雪鱼片啊 很怀旁边啊这一些就是很怀旧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就有分他们吃然后就是给他们介绍一些台湾的文化这样 所以这个相处起来应该都还OK吗应该年纪跟我们的差不多吧 跟我们都差不多对然后就是而且他们就是很热情 他们就也会就是跟我们说因为像有很多就是朋友都是从贝里斯来的 他们就跟我们说就是贝里斯那边也很多的台湾人 然后他们就是可能跟他们台湾朋友在那边发生什么趣事呢 他们也都会跟我们分享 反正我们说他们朋友跟他们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 所以这个只有短短只有三天但是相处起来好像认识很久了吗 对对对那你这次服务过程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更加的知足跟喜福吧 就是其实在台湾生活的我们真的过得就是很幸福 其实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和那个翻译一起到就是那边的超市采卖 就是我们最后一堂课的就是我们有办一个类似同乐会的东西要给小朋友 就是当结业使用的 然后我们在就是当天我们在挑选盘子啊什么的 他们非常的斤斤计较 就是可能连0.1块 就是这种他们都会计算的非常的精细 然后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点肚子饿了 我们要去买了可送面包 就是我们在车上就有跟翻译就是分享这个面包 然后翻译跟我说那是他第一次吃到可送面包 他在这之前他从来都没有吃过 因为对他们来说可送面包太昂贵了他们吃不起对 然后其实就是当下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有点冲击到 因为就是在台湾可能一个面包对我们来说是很轻松品尝的 而且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尝试过的食物 而且翻译有跟我们说就是他们没有离开过就是第二大城 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首都 对他们来说要离开他们自己的那个城市就已经非常的困难了 更何况是像我们这样子到了别的国家进行服务 然后他们就有跟我们说就是他们很感谢就是我们为他们做的这一切 他们很希望未来他们也能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机会可以到国外帮助其他人 或者在他们国内就是交到他们当地的小孩 所以你们这趟行程其实对你来讲不是说只有这种不同国家文化的一个冲击 其实对你自己而言的话其实有一些省思嘛 对自己生活因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一个环境 然后看到他们状况对你自己还有一些这个反省的部分嘛 对 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这项萨瓦多服务计划未来还会持续进行吗 会 那未来有没有什么一些发展的重点 还是会到这个机构做服务吗 会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可以络索我们这一次的目标 就是让每一个偏箱都有一台有生命的电脑教室 对 因为其实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不止就是把当地的软体设备做起来 可以把他们硬体设备做起来 希望就是不要让大家捐赠的电脑就是只是沦为成电脑 希望可以真正的就协助他们各个偏箱就是架设太阳能板 让太阳能板能够发电然后让电脑能实际的运作起来 嗯嗯嗯嗯嗯 所以你们接下来团队还会募集一些相关的物资 然后送到当地嘛 希望能够帮忙建设一个这个电脑教室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个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再从那边服务回来的话 也要请你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状况大概是怎么样了 好的谢谢 OK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的是中原大学沙瓦多国际支工团的团长 赖宇轩赖同学 跟他分享团队在前阵子到沙瓦多所进行的服工作 那么他们是在前阵子到沙瓦多的偏乡发放物资陪伴居民 并且呢还运用所学协助社区架设太阳能板 规划一系列的电脑资讯课程 帮助居民学的一技之长 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 特别感谢雨萱 跟天宝分享团队这次的服务过程以及观察 先谢谢您哦 好谢谢